有钱才叫自由,这未免也太不自由了 大家好,我是千云 大部分的打工族都是一周上班五天,休息两天 每天最少工作八小时 扣掉睡觉的时间,扣掉通勤的时间 一天下来,属于我们的me time所剩无几 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 在日本呢,有一个80后男生 他就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他一周只要工作两天就能维持生活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这本书 《做二休午,钱少是少的都市生活指南》 作者名叫大元贬礼 顾名思义,做二休午,也就是工作两天,休息五天 和我们一般人是反其道而行的 大元呢,在高中毕业后呢,工作了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呢,他是在一间冷气机跟升降机的工厂里面担任派遣员工 每天最少工作12个小时 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非常讲究高效的国家 加班文化在日本是家常便饭 当时还是上班族的大元呢,他非常不认同这样的加班方式 这样麻木的工作,麻木的生活并不是他想要的 我知道标准答案是,那就再多努力工作吧 但除了我以外,大家都工作过度了 就算这样钱还是不够,这不是个严重的问题吗? 于是有一次呢,大元就跟朋友聊到了关于加班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呢,他的朋友只是冷冷的回应了一句 加班12小时,这很正常啊 这个回应让大元彻底思考了 自己到底需不需要工作那么长时间 需不需要如此的为工作埋名 待在不正常的地方久了,就会觉得那很正常 明明是很可怕的事,现在却好像一点也不稀奇 于是当时年仅20岁的大元就离职了 他计算出自己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 继而推算自己只要一周工作两天 一个月下来便能赚到自己最低限度的生活费了 大元认为一周工作两天呢 便能够让他赚到最低限度的金钱 又不会跟社会脱节 大元将自己的生活称之为隐居 所谓隐居就是随性生活 做着自己喜欢知识生活 见不到任何人专心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这样结束一天实在太棒了 讲到这里你是不是很好奇 到底大元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 他又是从事什么工作来维持生活的呢 大元的工作是在一间老人看护中心 一星期两次照顾重度生长者 此外大元也非常坦白的在书中 列出了他一个月的生活费用 包括他买了什么啊 他跟朋友出去吃了什么啊 都非常仔细的写在书中 大元写到他一个月的生活费是7万日元 折合新台币是19000 马币2800 其中房租账的大部分 每个月要28000日元 也就是新台币的7600 马币1100 7万日元的生活费除了包括房租 也包括水电煤气费 办钱、医疗金、税金、保险费、交际费等等 生活上的支出 其实当我读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还蛮讶异的 因为大元他只要一周工作两天 一个月下来就能赚到最少7万日元 而且大元竟然还能够存钱 因为我来自马来西亚 7万日元也就是马币2800 那马币2800的收入 在马来西亚不算是一个很低的收入 可是大元在日本却是被归类为低收入户 我没有在日本工作过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普遍的收入是多少 在书中大元也提到 加班根本就是一种病态 这一点我也是非常认同 另外他也提到自己对物质的追求 与其思考要或不要 不如好好地思考需要或不需要 那既然大元一周只需要工作两天 其他时间他都在干嘛呢 他在书中将自己一天的生活 写得清清楚楚 就算没有正式要做 一般大元也会在早上6、7点就起床了 一旦过着清闲的生活 人也会跟着变蓝 即便一周只需要工作两天 可是大元还是过得非常自律的 为了不让自己生病呢 大元每天早上都会去做广播早操 散布晒太阳 也会收听收音机播报的气象跟新闻 然后大部分的时间呢 都是窝在书中或图书馆看书 平日呢 大元也尽可能的以脚踏车代步 另外还有一点非常特别的 就是大元觉得看电视非常浪费时间 因为他觉得呢 电视节目会影响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所以过着隐居生活的大元从来都不看电视 除了不看电视 大元也没有手机 人一旦有了手机 就算是晚上 好像也可以不用顾虑对方是否方便接电话 想打就打 这也是我对手机没什么好感的理由之一 这个观点我也蛮认同的 在手机还没那么普遍的年代 那个时候跟同学约好地点时间碰面 大家都会准点出现 可是当手机越来越普遍之后 情况就不一样了 时常呢 见面的地点或者是时间呢 临时的说改就改 又或者是一通电话打来就捞乱了一整天的计划 另外我觉得这本书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 大元他虽然住在东京 可是他却时常去采野菜来吃 书中就非常仔细的写到什么样的野菜是可以吃的 甚至还有手绘图描画大元时常再来吃的野菜 以及那些野菜的料理方式 像是艾草、问津、银杏等 明明在开花结果的季节随手可摘 但却以惊人的价格在超市内贩卖 虽然我应该不会去采野菜来吃啦 不过我读着读着呢 就觉得非常的有趣 大元也在书中列出自己一天三餐的食谱 而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 虽然大元在日本是被归类为低收入户 可是呢他并不是随便去超市买便宜的加工食品来吃的 相反的大元时常吃当季的蔬菜、糙米饭 甚至自己有时候也会做甜点来吃 因为吃得很健康 大元也慢慢发现自己身上的慢性疾病病症也减轻了很多 大元在书中多次强调 自己并不是推崇这样的生活方式 因为每种生活方式都是因人而异的 每个人应该要找到一个让自己开心舒服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这本书读起来呢 很像你有一个来自日本的朋友 他以一个平淡的口气告诉你他的隐居生活 他的生活理念 他对金钱的看法 对人际关系的看法 对物质的看法 以及对工作的看法 与其一昧的随着大众主流走 或者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这样子生活 相反的大元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 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怎么做才能够让自己快乐 我觉得年纪轻轻的大元 有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是非常难得可贵的 而且可想而知 大元这样特地独行 平日在生活中呢 应该会遭受到不少的指责跟批评吧 尤其是在日本 这个以大众和团体利益为主的社会 就拿我来说 在我还没有接触这本书之前 还没有通过文字去理解大元的生活之前 偏见也许会让我认为 一个人一周只要工作两天 大概是一个很懒惰的人吧 可是在读完了这本书之后 相反的我是非常羡慕大元对人生的态度 那种不需要顾虑别人的目光 只把专注力一心一意的放在自己身上的人 真的是还蛮酷的 我想这个大概就是阅读的好处 通过阅读我们能够真正的去理解 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他们的人生观念 他们对人生的态度 以及他们如何活出自己的人生 也让我们理解到 生活不是只有一种样子 也不该是只有一种样子 我决定不去在意投闲 也不想麻烦他人 只要有一份能吃饱的工作就够了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不是自私 要求别人按自己的意愿生活才是 以上就是我对这本书的阅读信的跟分享 拜拜